2018年底以来 我们已经邀请了 90亿个国家的70多批团组 1000多人到新疆来参访 他们普遍地表示 在新疆看到的 听到的情况 与美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 所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中国的外交部门 已经多次向联合国的人权高官 发出过邀请 现在也一直和联合国方面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我们欢迎各国各方面 在尊重中国主权 遵守中国法律 平等相待的前提下 赴新疆参观访问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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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